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談賽馬的時間 大家看得多我的影片 都會留意到NETCHAN馬膽講完之後 通常會說我有些臨場分析 有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什麼為止 所以我有空每次賽事之後 都會嘗試上載一些臨場分析 分析的觀點比較準確 特別或者值得給大家聽聽的東西 我會拿出來鋪上網 去大家了解多些什麼為止臨場分析 因為禮拜三晚賽事跑完之後都比較忙 去到禮拜六就馬上跑馬 所以禮拜三晚都忘記放場臨場分析 今次特地選一場 那一場就中得不認 維廣奔樓贏那一場 因為沒有了真正彩34倍 頂了我的首選次選 次選跑三成 但是這場我覺得分析大家值得留意 因為我經常說 六成科學 賽馬六成科學 兩成人為 人為包括很多東西 以及兩成運氣 這場就正正看到 你要相信科學 雖然科學會有時令到你有點懷疑 但也要相信 你要聽聽大家為何我對維廣奔樓這麼有信心 聽聽我再做一個總結 第五場 預計集前落飛馬 就是一號六號 任何嘉勝 六號首飾傳 其所搬回他們做次選 等回法系寶 做負選 因為法系寶 都是那句 今天後賞比較難 所以做負選選 人落飛馬 我不知道是什麼跑法 所以我媽媽的範圍 都要爆回人落飛馬 先說一下為何是首選為廣奔樓 何銘煉剛剛晚上 但也無關事 何銘煉上場 其實我覺得水準不頑 但你會看回賽車 你會覺得不厲害 超過任何百元第三 之後輸 但是之後輸 是有原因 居前導航 所以輸了 開心又是好友 之後大日本輸 又是原因輸的 出閘脫腳 所以就這樣指上看賽職 這場好像水準一般 但其實我不覺得 看完這場之後 如果維港奔樓還是不行 那我覺得 可能我真的要再計個數 但是這場 我覺得維港奔樓 我覺得這場水準是高 天似乎的贏 所以維港奔樓 一定要犯 因為這場馬 其餘的馬 水準很差 維港奔樓 上場我惡得水準高 暫時我依然堅持覺得水準高 雖然超額型頭 開心老友 好友 之後都是輸 然後第五那隻聖靈紅星 剛才也對莫非 但是輸了他真情 看看計數 算得準不準確 但當日是 看什麼情況呢 當日是 場地是有些古怪的 當日是天賜島 那些好像是 中外檔 蓋住那些會好些 但是維港奔樓 我都是覺得 可冥領剛剛有贏馬 所以他都要首選 辭選任何加勝 前仗我覺得一般的 留在泳衝上 跑輸半個馬位 我不覺得那場高水準 所以之後潘盾十二到那場 我是沒有要的 他輸以由四分三的馬位 恰如其分 但今次有個一檔 可能有些意外驚喜的演出 首飾傳奇 上場贏馬 賺了形勢 因為開心 好又脫了腳 沒有了一隻實力馬 他自己跟貼了欄 回來贏 但是變化場地 贏完 贏得好像很輕鬆 加8分 但是現在不是變化場地 不知道會怎樣 當委依然是這麼好的 但是上場水準 其實我都一半 所以勉強做一次選 不過見過又落飛 那負選快利寶 說了很多次 上次是 蝕後上蝕裡面追 是追得好 但是這次 今天要候上 我始終是覺得難 所以我做副選 不選擇做範圍 銀行飛馬 高出場的馬 所以要尊重我 我選擇 潘盾守風順 我怕他又踩過來 所以銀行飛馬 剛才勇冠多 第二選擇馬分第二選擇 都踩了第三 銀行飛馬 搏就應該搏 但這隻馬 還未展示過能量給我看 但始終都是那句 尊重潘盾守風 所以我還是要回馬步 反圍 但這場是維港賓來做膽 暫時就這樣 希望這場好一點 再談 大家好 我想這場賽事 講了幾個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就是 不要因為 你計算了數 那場高水準 然後周圍的馬 跑得不好 你就會說 那場其實不是那麼高水準 不是這樣的 是真的要確確實實 相信自己科學系選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其實如果被老一派看的賽職 真的覺得維港賓樓不行 但贏那隻 天賜寶 跑菊草千年 贏馬 好像水準低些 然後周圍隔離那些超額營購 開心好友都輸了 那你會覺得維港賓樓不行 如果超額營購開心好友之後 那場跑得好 維港賓樓便會有六倍 第二件事 我講到一點 就是這場的對手真的很弱 人和家勝 首席傳奇3.4倍 3.5倍 都不是高水準的馬 結果跑出來都不高水準 輸了多遠 輸了兩個馬 人和家勝跑得對 輸給他 當然 所以會產出真正賽 自己拖不中 所以這場我不是中得厲害 但是要注意的是 我會看到 什麼馬是高水準 什麼馬是不高水準 其實是有很客觀的計算 是會很客觀地看到的 當然 之後排位等等 你會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影響 排檔 有沒有轉場有沒有轉騎士 這些是後話 但是你每一場賽事 每一隻馬跑出來的水準 其實是沒得騙的 那麼 這場分享這麼多 雖然我覺得這場中得不認 但是都值得分享 因為會帶出客觀 分析一場賽事的水準 不是就這樣看圖表 旁邊的馬跑得好就好 跑得不好就不好 不是這麼簡單的 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臨場分析 可以來到我Facebook page 內場談載馬 按按傳送信息 或者來自訂帳 留言 我們會盡快分享 關於臨場分析的信息 讓你們看 提及不願意參與 到最後 希望大家可以來到我YT頻道 內場談載馬 按訂閱 訂閱和訂閱 便會有關通知 大家也會說 時間到了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